古代五万年前 现在的大西洋是大陆 阿特兰提斯 科学也是发展到比现在还进步 那个时候的飞机 这个汽车所用的这个能源 是从太空当中取来的 干净没有声音 人民迷信科技 也是杀到阴亡 自私自利 明文力要达到登峰造极 结果大地整个沉到海底 沉到海底就是现在大西洋 为什么大西洋 他们那时候国家叫大西沟 大西沟沉到的变成海洋 大西洋 这是我们的科学报告里面看到的 所以要晓得 人 人不死 这头一个 我们的感性 人不死 躯壳身体有死亡 你的灵魂不死 什么时候你觉悟了 觉悟了灵魂就叫做灵性 灵魂不能超越六道 你在六道里面还会投胎 那灵性就没有了 灵性超越六道 如果叫灵魂变成灵性 那你就正过了 至少你是阿罗汉以上 这个重要 这事也没有重要的东西 所以我曾经跟诸位说 我讲的真话不是假话 大凡天王请我让魂给我 你说我去不去 我不去 摩西守罗天王请我去 让魂给我 我也不去 为什么呢 脱离不了六道轮回 要这个干什么 今天遇到佛法了 稀有难逢啊 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 这个机会是 融拓轮回 你要有这个认识 不但融拓轮回 融拓舍法界 这还得了啊 这个机会 你咋拿去上去啊 无量劫难得遇到一次 这一次遇到 你受到幸运 遇到了认识清楚了 还会把别的东西 放在心上吗 哪有这个道理啊 认识清楚之后 最不得已的方法 一举阿弥陀佛念到底 什么都放下 你这一生成就了 你还想搞这个搞那个 甚至于搞洪法立身 都是错误的 说到这话 你也洪不了法 你也立不了身 最后耽误什么呢 你不能往身 你这一生遇到佛法的机会 错了啊 所以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这一句佛号 真的在心上 我心里除了阿弥陀佛 什么都没有 可以做洪法立身工作 就是我自己有把握 有阿弥陀佛 有把握往生 决定往生 我这个身体还在世间 我替佛法多做一点工作 多借赢一批人 这好事情 这应该做的 自读而后 我自己心里还有乱七八糟的东西 还有妄念 这个佛号还不能够专注 自己没有把握 应该把这个当作第一装打死 没有这个把握 金都不要紧 道场也不要紧 为什么 没用 比什么都重要啊 你一定要记住 佛讲的话是决定不错的 自读而后才能读它 自己未度 而能度人 无由是处 无意识 没这个道理 这是佛在经上说的话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